摸摸熊玩具乐园 哈喽小朋友们 摸摸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 是猪猪侠的孔灵味玩具 我们一起拆开包装 吃出里面的玩具吧 包装里面包含神木园 火焰鹤 铁拳虎 冰封鹿 还有石甲熊五个孔灵味玩具 先来看一下精灵味铁拳虎 铁拳虎身体采用的是黄色涂装 另外铁拳虎手中还有一把王者之剑 那么铁拳虎又是怎么操作把玩的呢 原来铁拳虎背后还有个操纵杆 通过扭动背后的操纵杆 铁拳虎即可挥动手中的王者之剑了 可以挥动武器的铁拳虎是不是很好玩呀 第二位是水灵味冰封鹿 先转动一圈来看一下冰封鹿的整体 它的颜色主要以蓝色为主 冰封鹿的手中还有两把手枪武器 另外它后背上也有个黑色的操纵杆 通过左右旋转操纵杆 冰封鹿就可以左右手的迎合出枪啦 接着我们来试一下快速出枪的效果吧 左右手交替出枪的冰封鹿实在是太酷啦 第三位是火灵味火焰鹿 火焰鹿的颜色则是以银色为主 加以红色和黄色点缀 还有它胸前的盾牌是可以转动的 接着我们来测试一下火焰鹿的可玩性在哪里吧 它的双手是可以摆动的 还有双脚也可以扭动 另外后背上还有个黑色按钮 按下按钮会触发火焰鹤的烈焰飞盾技能 好啦我们再调整一下它的姿势 把它放回底座上 接下来这位是木铃卫神木猿 转动一圈看一下 神木猿的全身颜色主要是以绿色为主 手上还有两把武器 另外它的手臂也是可以转动的 我们先来调整一下它手臂的姿势 接着把神木猿的身体顺时针转动 旋转完毕 它的腰间还有个小按钮 按下按钮 神木猿就可以发动狂风落叶的技能啦 再来换一个帅气点的姿势 继续旋转身体 按下按钮 这样它的身体就会转动起来了 最后我们再调整一下神木猿的姿势 把它放回底座上吧 最后一位是土龄卫石甲熊 石甲熊全身的盔甲造型 看起来都很有力量 很炫酷哦 我们来看一下 石甲熊又是怎么把玩的 它右手上的铁锤可以向下挥动 左手的拳头也可以挥动起来 另外它背后还有两个操纵杆 先来试一下铁锤的操纵杆 再来试一下拳头的操纵杆 最后我们快速的扭动操纵杆来看一下 哈哈 石甲熊玩起来还是很过瘾的呢 好啦 本期节目就玩到这里啦 五位猪猪小的孔宁卫玩具 小朋友们最喜欢的是哪一位呀 最后别忘了点击订阅 摩摩祥玩具乐园哦